在久远的电视年代 有一部经典的科幻动画一度被封为神作 不过由于影片中的某些限制级镜头 影片最后还是被遗憾下架 这部影片到底有何独到之处呢 今天星星就来带大家回味一下这部童年经典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 人类发明了空间传输技术 文明的种子被迅速撒播到各个星系 然而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 也衍生出许多违法犯罪的行为 宇宙警察局ISSP无力在如此广莽的范围内打击罪犯 于是他们转而向民间求助 通过发布高额的悬赏通缉令来抓捕在逃的犯人 这些为赏金奔波的人就被称为星际牛仔 这天在一座火星都市中发生了恐怖袭击 爆炸发生后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不断有人晕厥 警方从病人体内发现了未知病毒 于是悬赏3亿软媒币通缉犯人 四人一狗的牛仔团队听到赏金数额后当场惊呆 天才黑客艾德黑镜监控系统 找到了案发现场的视频 现场有一个拥有可疑纹身的长发大叔 艾德顺着纹身找到大叔的信息 大叔名叫文森特 曾经是火星陆军部队成员 网上的信息显示 文森特已经在战争中取世 那么为何他会出现在散罪现场呢 我们先接着看看剧情 团队成员斯派克决定出去碰碰运气 他四处打探关于病毒的消息 最后被一位神秘人带到商店 还给了他一个花瓶 斯派克带着花瓶回到飞船 艾德在里头发现了一粒蓝色圆珠 经过化验呢 他们发现蓝色圆珠居然是一种纳米病毒武器 斯派克锁定了可疑的生物制药公司 亲自来到公司探查 在那里他们碰到了同样在调查病毒来源的特工伊莱 伊莱认出了斯派克的伪装 两人一番缠斗之后 斯派克还是成功逃了出去 另一边呢 牛仔团队其他成员 见文森特这边断了线索 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名通缉犯 黑克里身上 队员菲菲甚至艾德找到的线索 找到了黑克里的棋身地 不过当他赶到现场时 却发现黑克里已经倒地身亡 与此同时 菲菲发现自己吸入了有毒气体 一个男人从后头控制了他 这个人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文森特 原来文森特一直在和黑克里协同犯罪 文森特并没有杀害菲菲 而是将自己的血液喂给了他 之后便独自出去活动 期间他的信息被军方追踪到 军方立即联络伊莱 前去逮捕文森特 斯派克也靠着之前交手时 安在伊莱身上的窃听器 得知了这一信息 他先于伊莱一步找到了文森特 但是在交手过程中 却被文森特击中胸口 掉入海中 不过斯派克号称不死之身 福大命大的他 被一个印第安人救下 成功活了下来 捡回一条命的斯派克仍未放弃 他继续调查起文森特的行踪 这时啊 先前给他花瓶的神秘人再次出现 神秘人给斯派克 讲述了文森特的故事 文森特是军方的试验品之一 他所在的部队 被军方派去泰坦兴 成了首批试验纳米病毒的小白鼠 所有人都被病毒感染牺牲 只有文森特一人 因为注射了反抗纳米病毒的抗体 而活了下来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病毒现场的文森特 可以安然无恙地活下来 另一边 文森特也回到了住所 菲菲询问他到底想干嘛 他告诉菲菲 最后的盛演即将到来 在那之后将只有菲菲 和他能生存下来 很显然 文森特是想将纳米病毒 传播到全世界 而给菲菲卫视血液 就是想让他也拥有抗体 由于知道了文森特身上的秘密 很快斯派克就被军方盯上 关进了监狱里头 与此同时 伊莱也被发现和文森特 有所牵连 被关进了大牢 斯派克和伊莱在监控中相聚 两人了解了很多往事 斯派克从伊莱口中得知 文森特是他的前男友 不过从太太新回来后 文森特就不再记得他了 两人不想在牢中坐以待毙 于是通过合作逃出了监狱 他们将基地的纳米病毒疫苗全都带了出去 打算阻止文森特的蔑视计划 两人回到飞船 打算通过飞船将疫苗散布出去 制定好计划之后 斯派克独自一人来到文森特的住处 再次和文森特展开了较量 由于吸入了纳米病毒 斯派克再次被文森特控制 就在斯派克要被送去隔壁之时 伊莱再一次跟了过来 两人持枪对峙 最后一声枪声 文森特应声倒地 原来文森特想起了伊莱的身份 他无法再按下手中的扳机 临死的文森特对这一来说道 最后时刻还能遇上你 真是太好了 就这样 一场世界危机被成功化解 影片《星际牛仔天果之门》 是同名动画剧集的剧场版 由于有动画版的故事背景 所以剧场版的信息凝练度非常之高 而且相比于叙事的部分 影片更注重的 其实是对于气氛和情绪的塑造 星际在简短的解说中 无法一一呈现影片的精彩之处 被构起回忆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把原篇翻出来看看哦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星星 要是你点赞 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畅游新宵 好 好 好